全球暖化 尤其是野火还有热浪 它发展的速度 其实远远超过很多地球科学家的预言 过去地球科学家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 还被批评叫违言耸听 特别是川普还有某些共和党 以及某些由石油公司所游说的利益团体 但是这些地球科学家 他们在预言的时候因为受尽各种的抨击 他们所说出来的很多警语都相当的保守 实际上的状况都比他们所预言的来得更加的严重 就在今天全美国至少有4000万人 他们生活在摄氏37到38度的状态之中 这是美国 更严重的是欧洲 欧洲倒是地球科学家在2000年的时候就预言 整个撒哈拉沙漠将会往北移 而欧洲的西南包括法国普罗旺斯等一带 最后都会是沙漠化 早就演变成全年无休的加州野火 再次侵入美国最著名的国家公园之一 它曾是传说中上帝许诺人类的礼物 如今在人类无止境的碳排放中 野火六元之胜地 尤其是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香树大火爆发后 进入红色毁灭高峰期 当高温低时的空气遇上大量干燥的植被 陷入1500年干旱的加州 似乎无可避免陷入一再改写历史的野火悲剧 我们以为战争才会毁灭家园 才会有爆炸声 气候变迁带来的野火改变了我们的认知 当局第一时间出动了2000多名消防人力 并调派直升机和各类型飞机 全力阻挡火势蔓延 虽然勉强保住了优胜美地 却救不了至少十栋民宅 和2000多栋商业建筑被火吞噬 空拍画面清楚捕捉到 窜出的浓烟只冲上天 并形成宛若核爆后的迅状云 事实上北半球这波热浪 并不是只有加州人陷入高温烧烤 全美过去一星期 有2亿3500万人置身华氏90度以上高温 4000万人在华氏100度的地方挣扎 位于纽泽西的纽华客机场 因连续5天高温 逼近设施40度 一架连航客机轮胎融化了 纽约市及南达科他州 甚至相继传出 至少5人难耐高温扫命 Oklahoma predicted to reach up to 112 degrees In Dallas where a grass fire has burned more than a dozen homes The thermometer has hit 130 times already this year And the Pacific Northwest normally cool and wet Reaching 108 degrees 华盛顿邮报报导 经历破纪录的热浪一年后 连向来舒适 标榜最宜人居的美国西北 如西雅图多地 气温都再创历史新高 相较于过去平均值 多了华氏10到15度 且酷热时间拖得比以往更长 当地不只拥有导致全美热浪元凶的热穹顶 而且最新数据显示 因大量大型企业进驻 温室气体排放近期累计增加了2到4倍 且由于夜间气温上升速度远高于白天 部分地区热带业的比例 可能会比以往要高出5倍 专家不断提醒 人们对于热浪的忍受能力远低于自我想象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 早在1990年成立时所发出的第一份报告中 就曾明白警告 全球变暖首当其冲的就是热浪增加 如果人们再不致力于节能减碳 恐怕不必等30年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气候 就将如同北非摩洛哥的马拉克什 加拿大蒙特楼冬天的感觉 会和当前的美国华府一模一样 最值得忧心的是欧洲大陆 法国气候科学家近期接受媒体访问时直言 欧洲近年的暖化速度不成比例 以达全球平均升温1.1度的近两倍 可能原因是干燥的土壤 极致易放缓的海洋环流 且最糟的时刻恐怕还没有到来 欧洲多数地区都必须为气候非洲化 预作准备 眼下高于平均值的热浪 持续超过两周固然让人难耐 但在未来30年 势必将成为常态 史上头一遭 西班牙南部城市塞维亚 比照飓风命名模式 将近期造访的热浪命名为ZOE 未来星系统也将透过五个级别 对所有热浪进行分类 因为前所未有的热浪 近来在西班牙当地短短不到十天 以夺走上千条整令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 这20年间 不止2003年欧洲热浪 导致7万多人死亡 随后2006、2010、2015 及2018后三年的连续热浪 每年也都导致数千人放生 因为热浪从来不止热浪 天气过热会连带引发龙卷风、洪水及飓风 还会冲击电力及交通 以欧盟最大经济体德国而言 近来的极端天气 总体经济损失已破800亿欧元 放大到整体欧元区来看 1980到2020这40年期间 因极端天灾所酿成的损失 也已突破5320亿美元 纽时报导称 热浪洪水首当其冲的 都是社会底层低收入户 以这波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 百年不遇的暴雨而言 流离失所的都是相对经济弱势者 极端天灾不止残忍地夺走人命 更会拉大社会贫富差距 要寻求安身立命之地 将是越来越艰难的考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